大家好 感谢收看本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大S官宣再哄20年前男友 汪小飞痛哭画面曝光 女人心海底针 汪小飞彻底输了大S又结婚了 3月8日妇女节当天 韩国媒体率先爆料 称库隆组合的聚聚业与大S 已在3月初在韩国完成登记结婚 之后的时间里 两人准备再到台湾进行登记 对此消息 不久前 现年53岁的聚聚业通过社交平台发文官宣 他表示 我要结婚了 想和20年前相爱的女人延续爱情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 我找到了20年前的那个号码联系了他 幸好那个号码没变 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来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不能再浪费了 所有委提议结婚 他也接受了 决定一起生活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祝福 谢谢 正当网友还在就此事热议的时候 不久前 大S也在社交平台上同样官宣结婚 大S称 人生无常 我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据悉 聚俊叶今年50岁 身为韩国艺人的他在社交平台上很活跃 经常晒出穿搭造型并爱好机车 不久前 有网友晒出 两人曾在1998年被拍到的亲密旧照 当时 两人用一件外套捆裹着雇物 因此传出绯闻 不过当时身为偶像团体成员的聚俊叶 并未承认这段恋情 值得一提的是 大S前夫汪小飞目前尚未对此事有所回应 但已有不少网友纷纷涌入汪小飞的微博留言 所有人都恨不得把这个消息当面告诉他似的 去年11月22日 大S与汪小飞在多次被爆离婚后正式官宣 两人也共同发布离婚声明 表示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 已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 之后将会共同抚养孩子 满打满算 时间过去也就刚刚四个月出头 按照聚聚业的说法 两人是在大S离婚后才有的联系 三月初登记结婚 也就是说 短短四个月里 两人经历了重新联系 确认复核 最后再到确认结婚 尽管这个消息听上去有点魔幻 但也确实是大S能干出来的事吧 毕竟 之前他与汪小飞之间就是闪婚 何况这次又碰到了让他难忘的初恋 说起来 大S和聚聚业的故事还得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1998年 大S与黑人陈建州分手后不久 通过朋友认识了大七岁的韩国歌手聚聚业 彼时 聚聚业所在的库隆组合刚刚成立四年 正是知名度最高的时候 他也随组合到台湾开过影唱会 大S去看过 成为了万千粉丝的其中一员 随后 在多次爱意交流下 两人很快就开启了一段辉煌的跨国恋景 在爱到浓烈之时 大S不仅努力学韩文 还在脚踝闻了男友的名字 一有时间就坐数小时飞机到韩国约会 但因为这段恋情遭到南方公司的强烈打击 聚聚业被迫终止了这段仅维持不到一年的恋情 直到多年后 他才在采访中自爆而出 简单来说 大S与初恋男友聚聚业之间的分手是被迫 两人多年前就对彼此有着一难评 情难续的共识 所以这次再度联系 基本上就属于干柴玉烈火火星撞地球了 加上大S从来都是一个追求爱情的小女人形态 做出爽文故事女主角的故事也就说得通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图他老图他没名气 大S新老公为爱预定居台湾 汪小飞到底输了 大S宣布结婚 结婚对象是韩国过期明星聚聚业 年过半百他图什么 引言 3月8日 大S的工作室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再次结婚的消息 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要知道 距离大S和汪小飞离婚也不过才4个多月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大S却突然宣布结婚 很多人都在猜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甚至有网友怀疑在离婚前 大S就已经出轨了 当初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 汪小飞可是被满天的通告认证婚内出轨张盈盈 但舆论发酵这么久 汪小飞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反倒是大S自己先结婚了 让很多网友一头雾水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大S结婚对象是一个过气的韩国明星 聚聚燕 他从前是韩国男团酷龙的成员 如今也已经53岁了 他们两个人相识也是一个巧合 多年前 酷龙组合来到中国台湾来开演唱会 当时的大S也是韩流的狂热粉丝 专门去现场看了他们的表演 就这样 大S成为了他们的歌迷 再过了一些年 酷龙再次来到中国台湾 机缘巧合下 聚聚夜台湾演艺圈的朋友 给他介绍了大S 聚聚聚夜说 他对大S是一见钟情 不过当时因为种种原因 当时两个人只是交往了一段时间 没有走入婚姻的殿堂 这份念想便被放下 时间来到2021年 已经二十多年没联系过的聚聚夜 在新闻上看到大S和汪小飞离婚的消息 翻出了通讯录里二十多年没联系过的号码 拨了过去 两个人一来二去便旧情复燃 所以不想再错过 决定结婚 不过网友们对于这个感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毕竟这样的闪离闪婚的速度也太快了 据韩媚报道 接下来聚聚夜会前往中国台湾 和大S一起办理结婚证 在中国台湾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 不过关于这段婚姻能持续多久 很多人还是抱有质疑态度 毕竟中韩跨国婚姻真的会幸福吗 要知道 韩国还是一个男尊女卑非常严重的国家 大S自己的性子又比较强势 只怕是一时间不会那么如意吧 还有人说 大S和聚聚夜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上 大S在国内的名气非同凡响 时不时就会上活动 生活质量也很好 而聚聚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活过一段时间 到现在这个被小鲜肉占领的时代 聚聚夜已经是一个过气明星了 况且五十多岁的年纪 也没有太好的资源 加上韩国娱乐圈赚的钱 根本没有在大陆多 所以聚聚夜的生活条件 是根本比不上大S的 要知道 和汪小飞结婚之后的大S 过的就是傅太太的生活 婚后 聚聚夜能否负担得起两个人的生活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两个人还是在中国台湾结婚的 想必聚聚夜是不打算回韩国了 离开了本土资源加持的聚聚夜 日后的收入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不过这次 大S算是为爱奋不顾身了 也希望她在将来不会后悔 毕竟中韩明星结婚之后 离婚的还是多数的 唯一过得幸福的齐薇和李承炫 也已经被媒体吵了千百遍了 仿佛只剩下这一对情侣可以宣传了 之前 邱慈炫和余小光也被誉为恩爱夫妻 于是最后 余小光也疑似出轨 只留下网友们心疼邱慈炫 毕竟一国恋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很多 最后也希望大S真的过得好 不要为如今的决定后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